大家好,我是小木 今天是2020年12月24号,平安夜 美国刚刚被国会通过的纾困法案再出幺蛾子 有人发现,法案给所有的议员涨薪57,470亿美金 他们只给美国老百姓600美金 竟然给自己薪水加了30% 难怪有一个网友发推说 美国人民,议员恨你们呢 不然他们怎么可能这么对待美国人 你们真把美国人当成韭菜管理了 有人在网络做了一张国会大撒币示意图 看看这些国家大部分要不是跟美国不亲近 要不就是拿了中共的钱 有的国家欠中共的债还不上 把重要的资产交给了中共管理 国会议员们把美国纳税人的钱给他们 把纳税的钱给自己加薪 我今天视频最后要告诉大家 美国老百姓是怎么想的 平安夜我们先欢乐一下 大家看看这张图 川普的演讲视频放上去53分钟 就有45万人观看 64000人点赞 890人点踩 拜登演讲放了5个小时 有23000人观看 是川普的二十分之一 然后呢 2000多的赞 还有一千人在踩 拜登今年为我们其实带来很多的欢乐 我们再看看美国人如何欢迎川普 回佛罗里达过圣诞 我认为我们的总统 我们的总统 这才叫人民的总统啊 今天我放了两个视频 一个是参议院听证会上川普律师的经典发言 还没看的朋友去看一下 真的很精彩 也很令人难过 美国众议院20多名共和党人在12月9号置信川普 敦促他指示司法部长巴尔任命一名特别检察官 来调查11月总统大选中的违规问题 川普在推特上写道 在2020年总统大选中看到大规模选民欺诈之后 有人认为不需要一位强有力快速和公正的特别检察官 我不同意这种想法 这是川普首次在推特上亲自提出设立特别检察官的想法 昨天也是司法部长巴尔任职的最后一天 我相信大家都会有这种心情 希望川普快点认明一个特别检察官 因为时间不等人 我们也都在盼望情报总监的报告快点出炉 虽然一直有这个传闻说这个报告已经做完了 但是到现在都还没有公开出来 也是在吊大家的胃口 为什么呢 中共在美国的渗透不被彻底解决 其他国家就没有一个范例来学习和效仿 比如根据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的一项报告显示 至少有4间在澳大利亚的中文传媒企业 接受中共的财政资助 另外至少有17间与北京的海外影响力部门有密切关联 甚至年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 及澳大利亚民族电视台SBS的中文传媒部门代表 都曾经参与中共海外宣传部举行的论坛 这个报告指出中共当局正在侵害澳大利亚中文传媒的新闻自主 影响甚至远超澳大利亚政府 特别是这些中文传媒在翻译英文传媒的文章时 有关中共的负面内容都会遭到审查或删除 此外微信会鼓励这些传媒注册公众号 变相强化中共对他们越洋的控制 因为从微信发出的内容都会被审查 报告还指出微信也是澳大利亚人惯用的通讯软件 微信上的讯息受到严格限制 有利于中共散播针对澳大利亚用户的新闻内容 也让假新闻不断得以传播 我们身在美国之外的朋友们 我们看看我们身边的中文媒体 还有几个没被渗透的 还有几个中文媒体没有微信公众号的 我们本国的主流语言 比如英语、法语、德语等 还有几个没有在贬低自己人 反而在抬高中共地位的 什么病毒不来自中国了 中共没有骗人了 小木订阅过很多世界级的英文报纸、杂志、期刊 基本都是一边倒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全世界的正义人士 都在关注美国大选的原因 昨天我讲了高科技公司 在拼命地往拜登委政府里面安插自己的人马 让拜登头疼的可不止这些 美国国会西语义党团 在12月18号向拜登施加更大压力 要求他在内阁中增加拉丁裔女性代表 其他党团也在督促拜登在内阁中增加他们的代表 比如国会亚太裔党团督促拜登的内阁 增加亚太裔代表 在11月份的一封信函中 该党团要求拜登考虑让他们的内阁中 至少有7%的亚裔美国人和太平洋岛民 因为他们占美国人口的7% 是美国增长最快的种族群体 亚裔要加人 非裔要加人 黑名贵是不是要放几个人在政府里做事啊 人家领导人都放话了嘛 你欠我们的必须要还债 现在很明显的一点是 本来拜登的票就不多 从最近拜登一系列的政府官员提名和政策放出 越来越多的人表示对未来政府的担心 这一切在大选前还不是那么明显 当大家发现突然之间 他们认为的政治正确 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往极端方向发展的时候 后悔也晚了 拜登团队在选前就对自己的政策闪烁其词 现在就用这种证据正确的方式对民众放大招 那些支持拜登的人及时想反对啊 忽然发现他们马上会成为被左媒打击的对象 当反川普初见成效之时 也变成了他们被自己支持的武器打击的时刻 聪明的观众们已经想到了 这跟中国大陆的某些小粉红有多么的相似呢 现在网上就跑出了一大批曾经歌颂党的高调粉红 不是家人被抓 就是自身利益被伤害去上访 然后被迫害的人 可悲又可叹啊 为什么都看不清楚呢 美股上市公司九富数科宣布旗下网贷平台 九富普惠退出P2P业务平台 平台停摆投资人血本无归 警察殴打维权民众喷辣椒水 把维权民众拉上大巴车 还有一个叫做凤凰金融的 他宣传自己是凤凰卫视集团成员 是凤凰卫视集团旗下投资理财平台 理财的钱回不来了 大批投资人去上访 也被警察抓 到今年11月中旬 中共银保监会说 大陆的互联网金融平台P2P 已经从高峰时期的5000家清零 但P2P平台依然有8000亿坏账未能清零 中共在追求GDP增长的时候呢 他就对这种借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不管不问 把融资平台搞成社会融资 他们的欺骗性在于 这个是政府允许的 背书的 但又不是政府的债务责任 不是政府债券 等投资破产 钱收不回来的时候 政府撇清了 地方政府受益了 官员们的子女也送到美国了 然后项目就突然烂尾了 然后对投资人说 你们愿赌服输哦 投资就有风险嘛 然后摸摸嘴拍拍手 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 走掉了 不是还有很多人不知道 什么叫割韭菜吗 这就是一个标准的割韭菜教科书 回到现实版美国版本的割韭菜 那就是拜登佩罗西版本 现在的演出的戏码了 美国人600块 非法移民1800 亚太地区跟着战光 至于说美国人民的利益 sorry 他们还在对付川普 还没有时间来对付你们这些上访维权的美国老百姓 中国研制的疫苗实验数据至今未公布 而DP疫苗也未公布 昨天视频我说了 年前要有5000万人紧急接种 广东省卫健委说 第一步是对重点人群接种 这方面已经有18万人接种 这18万小白鼠不知道是谁 从6月份起出国的人员 特别是中央直属企业境外派驻的务工人员 已经开始接种疫苗了 但已经陆陆续续有数百名接种者 出现了感染的症状 昨天我讲过了中共疫苗研发数据不透明之后 就有朋友留言说 领导您先打 等我们有空了以后再说 中国人现在其实就是这种情绪 之前有一个报道说 90%以上的中国医疗系统内的人都抗拒打疫苗 越是这个领域的工作人员 越了解这个疫苗的可怕 就好像越是中共高层 越知道党内的腐败和这个政权的岌岌可危 所以才把老婆孩子送走 昨天我看了一条推文说 孟晚舟在美国被抓 她的波士顿读书的孩子为什么不回国呀 为什么在陷害她亲妈的国家读书呢 孟晚舟她爹任正非 整天给员工打鸡血 但从来不提她孙子为何还在美国呀 她的二女人姚安娜 为什么还没放弃美国国籍呢 她在中学的时候就是美国籍了 这不可能是个人选择 一定是父母的决定吗 任正非整天忽悠中国人爱国买华为 华为强国什么的 结果一家子都跑去美国了 意图不是很清晰吗 都知道给中共卖命得买保险 自己保不住了下一代还得活 任正非的儿子现在一个很高兴 当初如果任正非让他接管华为 现在被抓的就不是孟晚舟了 有中国全球化智库和其他机构合作出版的 《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20》 在22号对外发布 中国仍然是移民输出量最大的三个国家之一 移民倾向国家前三位仍然是美国、日本和加拿大 小木对老百姓移民这件事情 不做任何道德上的评判 这都是私人的事情都很正常 咱们不去用中共骗人的狭隘爱国主义来看待这些问题 当然那些贪官和亲属移民就是两码事了 你看啊 中共就这么抹黑美国 但是只要有条件 中国人还在拼命往外跑啊 尽管很多移民的人还是喊着爱党爱国的口号 但至少他心里明白 到底什么对自己才是最重要和最好的 林伍德大律师今天发推文 附上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 过特拉华河的油画 他说历史一直在重复 当年华盛顿冒险度过特拉华河时 他说雾很浓 但是因为有上帝在指引他过河 不然他已经迷路了 林伍德大律师用此来比喻川普现在面临的处境 不知道大家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没有 虽然深层政府的人在攻击川普和林伍德等人对大选的指控 但是我看了这么久他们的推文 当他们提到他们对神的坚信 和神对他们的指引的时候 整个推文正气凛然 攻击他们的人都不敢造次 难怪网友们说 到最后还能坚信正义会赢的人 还是有信仰的人居多 还是那句话 无论我们个人信什么 这次大选是对人性实实在在的试炼 我们能坚持到哪里 到底未来几星期会发生什么 我们都不知道 最后问问我们的坚持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川普这个人吗 还是为了不让良知泯灭 就是那点正义感让我们跪不下呢 明晚小木视频将为您带来我对美国大选的反思 和一些心路历程分享 希望能在您的圣诞大餐结束之后 小木的视频陪您度过愉快的甜点时光 最后放一个视频 让美国V the People告诉我们 他们现在在想什么 我们还是平常的选择 who do not have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t heart or your best interests at heart either we are still out here fighting and we are the ones who matter we know what happened on November 3rd and now we just need to look at all these machines and prove it we are asking begging you at this point to do everything that you can do in your power to allow us the opportunity to get to the bottom of this fraud before January 6th what do you have to lose you have nothing to lose and everything to gain we have been fighting so hard since November 3rd and even before so that the republic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can remain sovereign that our elections will matter and have integrity we are still here we are still fighting we support and we pray for you and we know how hard this is but we are still here and we are what matters at the end of the day I know that every honest American out there really really agrees that we need to get the bottom of this and the electoral college needs to do the right thing as mandated under the constitution you can take that first step and do what you need to do to make sure that that happens you have nothing to lose except the country we love you we support you this is about much more than just this one election and as the american people we beg of you please do the right thing and if this one last opportunity doesn't expose the absolute abhorrent nature of the fraud that has befallen this election at least you will know that you did everything in your power to get to that point we love you godblessyou and godbless america goo goo goo